大家好,欢迎又来到这个《不道雍》频道 今天是2023年8月1日第949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行龙系展现中国经济》 在这条片未开始之前 都是呼吁大家可以like、share 以及订阅我的频道 加上按一下小铃铛就好了 今天已经是去到8月份的第一个交易了 到底今天如何呢? 原本早上也做得挺好的 不过下午到收市的时候就要倒跌了 跌了67点,现在是在报2011点 成交金额就开始好一点了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今天的成交金额都有1351亿元 算是相当不错的了 另外,我们这个RSI也跌了一点 但是也是变成是比较高位一点的 当然我当然是希望这个恒生指数 继续升上去就好了 问题就是看下有没有一些好的消息 可以利好消息 推这个港股继续向上再升多一阵 但是似乎好到今天的话 那个力气似乎就后劲不计了 不过不要管了 总之我们由1月份到7月份 我们都知道恒生指数是怎么走的了 8月份也是多资多彩的 因为很多的公司会陆续派成绩表出来 这些成绩表某程度上可以显示到 我们香港经济的情况 也可以说到内地的经济情况 所以今天打头炮的就是找恒隆地产 因为它是第一间的蓝筹股的公司 就是公布业绩的嘛 那它的生意又在这个中国 又在香港那里找食的 所以以它的经历 或者以它的经历 来说一说内地和香港的状况 相信都不会错到哪里 起码听一听别人怎么说 都是一件好事来的嘛 但是我们香港的股市 好了一排之后 也是麻烦多多的 首先我们说了这个内地的PMI 听说现在就是好了些 有改善到 那就是说代表内地的制造业 都有少少扩张的情况出现 但是少少的 大家不要那么开心 但是我们香港的股市升得好的话 就惹来一些麻烦的 因为据悉不同的内房股 都趁现在的高位又想配股 又想公股集资 什么都搞的 那好像今天所听到的新闻 就是说这个碧桂园 原本想着配售股份的 那配售价就大概过三 非常之低的 那希望集资的钱回来 就上还一些债务 后来消息就说 碧桂园最终取消了这个 大概想配售这个 23亿4千万元的配股行动 那么这个计划呢 现在就应该停下来了 但是呢 它停下来了 其他的内房股呢 没有停下来 继续希望呢 趁着市嶺的话呢 就在市场上 就沥多些水走 这样的话 对香港 对经济都不是那么好 不过 人家看到势这么好 不这样做 那等什么时候呢 我们在对上过一条片 第948集的时候 就说这个长和系 即将就会陆陆续续地公布业绩 那么昨天呢 我们讲开的情况呢 就是说 一毫仔和1113呢 到底哪个好一点呢 那我呢 怎样都是看他一毫仔呢 就好一点的 因为呢 他的资产全部都在外国嘛 那么1113呢 最近就比较濕制一点 因为我们香港的地产市道不好的话呢 那就会影响到他的 所以呢 这一排呢 对这个1113呢 就要小心一点 那当然也希望呢 两家公司公布了出来的业绩呢 会是比较好看一点的 那就令到呢 大家都会舒服一点的 那为什么我说一毫仔会好一点呢 那因为一毫仔呢 持有一家在 美国那边的上市公司 叫做Cinemus 这一家的公司呢 是一家石油公司来的 那最近的股价呢 不断地上升 因为呢 我早前呢 只是在十六个几十七个几呢 就是买买买卖的 那样 赚一下一些小钱 最近看到股价呢 不断地上升上去 那现在呢 已经升到去十九个几了 那如果照这个一毫仔 拥有大概十六至十七个%的股份来计的话呢 他这个股份 现在已经值差不多五百亿港元的了 那这一次呢 希望他在这个公布业绩的时候呢 有些更加好的利好消息出来的话 那希望股价呢 可以一用而上 那怎么都希望见到五十元先啦 一家这么大间的公司 现在呢 这个股价做来做去都做得不好 真是很令人唏嘘的 那不过呢 我们说回他今天 那个背份比较低一点的港灯 二六三百啦 终于呢 都公布了的业绩了 那么业绩好不好呢 那大家听清楚了 那港灯呢 就是说这个中期业绩 纯利呢 就有九点八亿元左右 按年呢 就升了九点八个% 咦?接近一成喔 算是不错的了 那么每股盈利呢 大概是十一先左右 那么根据这个中期的分派呢 就跟上年一样啦 派呢 接近十六先 那就算是叫做不错的啦 那么另一方面呢 就是说 上半年的收入啦 大概是做了 五十二亿生意了啦 那就可以赚到九点八亿元左右 那算不算多呢? 到差不多了 因为这个是准许回报率来的嘛 好了 按年呢 收入都升了六点九个% 不过呢 他说呢 下半年呢 那个情况会不会好些呢 那他呢 就说应该就会好些的 不过呢 虽然港灯说 今年上半年的销售量 电的销售量呢 是增长了3.3% 但是如果跟疫情之前 即是2019年去比较呢 同期比较呢 仍然还是下跌的 那换句话来说呢 是不是因为我们香港经济差了呢 还是那些人流失了 所以令到用电都少了呢 这个问题呢 值得我们呢 迟点慢慢去商榷一下啦 不过呢 港灯今天的股价呢 没有因为这一家公司公布了业绩 有增长的情况之后呢 这个股价有得升 反而就跌少少 不过呢 现在的价钱呢 希望他当然再跌多些啦 如果跌到下去 只剩4.6的话呢 那就对了 反正他现在的回报率呢 都接近7厘 那如果再跌多些少的话呢 那他回报率就肯定有7% 如果有7%的话 见那么低 有钱的话 我都想买回一些投资呀 今天呢 行农地产就公布业绩啦 那当然当然要看一下他的情况啦 在我未拍这条片之前呢 我就去了他的网站呢 就听了他一个英文版的 和分析员聊天的状况啦 那我听了接近一个小时的 那我听完之后呢 就要总结一下 给大家知道 到底发生什么事啦 那陈启宗呢 也有说话 不过今次呢 说话就说得少了 反而他的CEO呢 就说得多了 不过不要紧 最紧要呢 就是拿一些精华的句子出来呢 是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起码都知道 行农地产做成了什么 因为呢 见光死呢 好像今天呢 行农地产的特色来的喔 今天呢他跌了呢 超过6.6% 现在只剩11.3%左右而已 那我呢 如果想投资在这间公司的话 那当然希望他的股价越低越好啦 最好就跌穿11元 到时才去捞底的话呢 那就会比较稳阵一点啦 那如果你们有心想说 看这个行农地产 想投资在他身上的话呢 那不妨呢 听我说一说 他们这些对中国内地的情况 因为呢我集中是看内地的情况 首先 管理层这样说的 他说人民币贬值呢 是影响到这个内地租金的收入 如果以人民币来计的话 即如果以港币来计的话 因为贬值了嘛 但是呢 内地的租金呢 其实呢 某程度上呢 以人民币来计呢 就上升了13% 而且他的客户呢 他们的客户呢 在他们的商场里面呢 做销售的压 做销售的情况呢 他们的销售压呢 也都增加了42% 那似乎好像是一些 叫做报复式的消费那样 所以呢 似乎看来对他来说呢 就好像影响不是很大 那当然也是的 因为他们只是租个地方给他而已 最重要的地方 企业啊 位置好啊 服务态度好啊 设施好啊 那就自然可以吸引到一些顾客来了 至于那些顾客 肯不肯使用钱 在这个商场上面呢 或者在店铺上面呢 那这个呢 就不关香港事的了 至于香港的零售方面呢 管理层就说呢 应该就全面恢复了的了 恢复了呢 其实也是很一般的而已 至于香港的写字流呢 他就说 租务上面呢 是比较薄弱一点的 他都觉得很客气的了 亦都是避重就轻地说 难道他说很严重吗 但是事实上呢 有些人都说 长江一号大厦 他那里都听说 有25%楼宇的面积呢 是空置了的 所以呢 香港的写字流 可能呢 都是比较麻烦一点的了 另外呢 说回内地了 那内地他又怎么去说 内地的情况呢 他说人民的消费呢 其实是占趋保守 占趋保守 为什么呢 因为人民呢 他说喜欢储蓄多于消费 原因就是 因为他们呢 信心的问题 他们看不到未来的前景 所以他们呢 对消费方面呢 就拿着拿着 但是 他也都说了一样东西 因为呢 在这个上海啊 或者比较好一点的城市里面呢 都有一些的 叫做高消费的一族嘛 那这些高消费的一族呢 其实他们的消费能力呢 是没有被减弱到的 只不过呢 就是看他们有没有空出来消费咯 如果他们愿意又有空的话呢 那他们一样呢 是消费呢 是没有减少到 反而呢 就是比较低层次一点的人民呢 比如说收入方面 不稳定啊 那他们呢 就自然消费呢 就会少了一点的了 那么 那陈启宗呢 当然当然要补充多些少了 虽然在整个interview里面呢 或者是那个meeting里面呢 他就不是说很多东西 但是他也说了呢 就是他们投资在内地方面呢 过去那二十年呢 内地的租金呢 是持续上升的 那我相信的 因为他每年呢 都基本上 有一个新的项目 是加入的嘛 那么如果有新的项目 加入的话呢 那就照顾它呢 应该那个租金 怎样都是向上升的啦 所以他说过去那二十年呢 没问题 他似乎呢 对内地呢 信心似乎都是一样那么好 那么他也都说了呢 他说 那我曾经说过的 六七年前我已经说了呢 就是说内地方面呢 是会有一个大熊市的出现 那么他说呢 正正现在呢 就是在出现了这个情况了 而且呢 他也都说了呢 中央的刺激方案呢 似乎呢 就是未那么炒后 所以呢 如果是没有那么有效的话呢 他说相信呢 内地方面呢 都应该会继续呢 是会有一些刺激方案出来的了 还有呢 然后呢 有些分析员呢 就问了陈启忠呢 喂 讲一讲 展望一下这个2024年的情况啊 看看到时的前景如何啊 他说对不起 我不懂得看 我真的不懂得看2024年呢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呢 他不断强调呢 就是说中国那方面呢 应该可以平稳过渡 那当然是这样说啦 大哥 他现在的身家性命财产 都是压了在中国那方面 是多些的哦 那如果中国不行的话呢 他就total loss的了 但是呢 他的说法 不知道你又认不认同呢 但是呢 最强调那句啊 他就说 我都不是很懂得看2024年的前景 到底会如何 那这个呢 是不是令到大家有点点隐忧呢 陈启忠的牙策本息呢 就从来都没有变到的 不过呢 看回这个2023年上半年啦 如果你说收入方面呢 那么其实呢 今年来呢 是比上一年 2022年呢 是做得好的 不过呢 只是有单位数字的上升 那么如果你说 疫情回来的时候 到现在这个水平 有单位数字的上升 已经很了不起啦 因为有很多地方呢 他说的 他说内地呢 其实竞争呢 就很激烈的 但是他说他不怕 因为呢 他说他们用的formula 用的方程式 和他们的设计 什么呢 都做得比别人好的 所以呢 打起仗上来的话呢 他们赢面呢 是高很多的 希望是这样啦 但是呢 你看到他的租务方面呢 无论内地也好 香港也好呢 那也是有得升 不过呢 就是单位数字升啦 至于他那个经营的日历呢 也是有得升的 那你就知道了 他说过的嘛 租金呢 就是这么多就这么多了 那如果可以在这个 营运方面呢 减少一点的洗费的话呢 那就可以令到呢 那个营业的利润呢 就会高一点的 放 放 放且呢呢 他们那些的客户呢 大部分都是那些 那些出名的外国的品牌来的嘛 那外国的品牌的话呢 他们出得气钱的 因为他们都喜欢呢 是看着中国这个市场的嘛 他们对中国市场呢 都是有个希望的 所以他们愿意进去 那行拢就对了 那行拢就对了 提供这个方便门给他们 那就可以了 好了 至于呢 他那个负债方面呢 都比较多了一点 但是去到危险的程度未呢 那大家自己自行决定了 因为他现在说这个 正负债率来计的话呢 就已经由原本的28.1% 就升到这个30.4% 那算不算是多呢 如果一家公司有三成以上的债务 那大家不妨留一想 那他呢 就陈启忠呢 就说他自己有个秘密武器 他说他很期望 这个盘 这个地盘呢 是会快点起好 那这个呢 就是杭州的行农广场 那你看到呢 highlight了的地方 就是那些光环的地方呢 就是他们的建筑群了 所以他们呢 做了很多东西的 这个写字楼又有 又有 酒店又有 商场又有 什么都有的 那他说这个呢 是他的秘密武器来的 而且呢 他对这一块地呢 或者对这个location 对这个 杭州的市场呢 他说非常之有信心 那如果是的话呢 到时这里的租金 是不是可以叫高一点呢 如果是的话呢 就令到 除了上海那两个商业建筑群之外呢 这个杭州可能就是可能 将来帮他 找更加多钱的地方 那么这个 什么时候会完成呢 听说 下年 2024年就完成的了 那么 局部份完成了 那么到时呢 就会一部分会出租啦 那么快快脆脆 就有些钱回笼啦 那么所以这一间公司 你看下去 未来的日子 只是靠这些收租 你觉得 行不行呢 中国的环境 又行不行呢 自己再想一想啦 好了 又要来说一说呢 我在这个港股的短炒的动态了 那当然当然要先看一下数据啦 香港的第二季的经济 按年的增速就放缓了的 那么尤其这个GDP 原本就说预期可以升3.5% 但是实际上呢 是只有1.5% 那这就对了 因为我看下去香港的消费的动能 或者是整体的业务方面呢 香港都是做得一样的 比较好的 譬如呢 在香港GDP里面 第二季度呢 最重要就是这个 私人的消费开支啦 那么第一季呢 就有13%的增长啦 但是去到第二季呢 只是跌到下去 只剩下8.5%的增长 那你说都是有增长啊 是啊 没有说没有增长啊 只不过是增长缓慢了 那么你会问 咦 那为什么会缓慢了呢 咦 因为呢 这个私人消费的开支呢 占了香港的GDP六成啊 超过六成 所以呢 如果这个消费 私人消费开支是不行的话呢 其实都很难令到我们香港的经济呢 是会全面好得回的了 那么年初的时候呢 我们香港和内地呢 就恢复了通关啦 那么其实市场上呢 就期望呢 那些旅客呢 是会走过来的 那么会推高消费的 令到香港的经济呢 就会好回 不过呢 看回第二季的私人消费的 按年增长只有8.5%的话呢 似乎就慢了一点了 兼且呢 就是最近呢 访港的旅客呢 没有进一步加快啊 就是没有多到一些人啊 那旅客对本港经济刺激作用呢 就比预期的低很多了 那就是说呢 不要靠外面了 我们要靠回呢 就是自己的外面 不过呢 如果你看回下这一幅图的话呢 我们的输出服务呢 是增长得挺好的 那么呢 这里呢 是代表了 有多些人呢 下来我们香港啦 但是呢 我们输入的服务呢 增加呢 都更加快 那就是代表些什么呢 输入的服务呢 某程度上 是指香港人 出去外面玩呢 是多个呢 外国人来香港玩呢 那么其实呢 对我们香港经济呢 某程度上 都是很不利的 所以都要小心一点啦 至于为什么我要讲这个 这个私人消费的开支呢 原因我不是说 买了这个 香港科技探索的 那么其实今天呢 我做了两个活动的 就是做了两个行动 第一个行动呢 就是希望呢 在这个四个五毫多呢 就将昨天卖出去的 那六千股呢 就买回来 那么就赚他千多元 都算了 这个第一个行动 第二个行动呢 就是因为昨天呢 只是卖了一部分的股票出去 那么一大部分的股票呢 还没卖出去的话呢 我亦都挂牌四个八左右呢 是卖出去的 谁不知今天呢 两个盘都做不到 但是呢 香港科技探索呢 股价就升了 上去这个四个六毫六 那现在都是吊吊的 都不知道怎么办的 那唯有 今天不然就等明天咯 反正呢 都没什么可以做的了 现在呢 就是希望呢 可以赚钱 赚短钱 那就开心了 不过呢 在这个节目未结束之前呢 都有一件开心的呢 跟大家分享了先 因为我迟些肯定会说的了 就是这个汇丰银行呢 派了成绩表 听说很帅仔 那我暂时我不说了 因为这一集呢 说到这里为止呢 就应该够了 不过呢 如果你们是持有 汇丰银行的股票的话呢 你们今晚可以吃一个 很美味的晚餐 也都可以睡一个好觉 因为呢 我可以告诉你 汇丰银行的业绩 和消息呢 看下去呢 全面都很正面的 那就令到大家呢 可以放心咯 那分分钟70元呢 都可以见到的 那是不是应该放心开心呢 好了 这一集说到这里为止了 多谢大家 花时间看我这条片了 感激感激